石王已用炭火令 把龙灯叔他们都请来了 这是给我的炭火令 这不行 一次成败 七颗论英雄 八月叔 石王命你接到 不不 不行 我不能接到 龙灯叔 您辈分最高 您说一句吧 八月 现在是群龙巫首 接到 是给大家面子 八月大哥 说实话 过去我曾有过自立为王的念头 可通过乾州一掌 我明白了 咱苗家非你不可 八月大哥 你就别难为大家了 我 乾州城是石王令咱们打下来的 现在虽然失了 只要咱们同心同德不难再克 此时不能幻王 还是那句老话 为了咱苗家 赢了 抬他上军兰殿 败了 陪他同上断头抬 谁再提换王 金刀不饶 八月大哥 那你就先砍了我吧 石王 石王 这没有石王 只有吴王 三宝兄弟 你这是把我放在火山烤啊 你不称王 是把我往死路上避 石王 谁过来 谁过来 我就死 你 我 天神在上 他 藏天哪 石王 你不能这样 我是三宝 从来不懂什么叫后悔 可这次我痛了 我 你不能这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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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王 石王 八月我 赢下 天神在上 我五八月与金刀同在 服中堂到 中堂大人到 中堂大人到 给中堂大人请安 两位大人免 您请 大人请 此此前头大劫多亏二位尽职啊 不敢 不敢 非之受阻来迟 不过 我也在路上抓了几个女苗匪 其中有郎木十五债的债主 龙大贵的妹妹龙小柳 他不但能歌善舞 也还算个美人吧 老兄 艳福不浅 何大人误会了 我是献给中堂大人的 带女苗肥 走 果然有点韵味啊